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蓝夏如 感谢收看今天9月5号的宜兰新闻 新闻一开始要带您来看的是 选在关鬼门来举办的投诚抢孤 今年总共有16支队伍来参赛 过程是紧张又吃鸡 有人爬到了一半挑战失败 不过也有实力坚强的选手 以高难度的斗环北的技巧 顺利登上了孤棚 在登上孤赞躲下了顺风旗 而今年的冠军队伍是新会队的曾进杰 现在就来看看昨天晚上精彩的盛况 在比赛之前 轩利夺目的花火 暂时舒缓选手的紧张心情 随后在副总统吴敦义敲响铜锣后 抢孤正式开始 参赛的队伍先用蝶罗汉的方式 将夺起手送上孤注 不但要考验体力跟耐力 还要面对涂满牛油的孤注 现场熟鲜明的观众看得紧张 选手更是小心翼翼 慢慢往上爬 一个不注意就会整个滑下来 而最受瞩目的就是新会要场队的曾进杰 在教练的指示下 经过48分钟后 以倒翻棚的方式爬上孤棚 而这都是平常训练有数 加上多年的经验累积 才能创造这样的好成绩 好 这次我们的技巧的话就是因为我们跌路很快 但是选手因为我们这边没用的选手是大型 他在用青蛙跳的时候比较大 所以我们就发动去得到冠军 对 平常训练 训练才能够百分 所以这次我们得到的冠军是 算他们平常训练就够 对 丢到他们的体能够 对 那他设平常会有 客服呢 对 我平常训练都抹牛肉就去客服 困难的时候就抹两天就去困难了 曾经杰随后登上20多公尺高的孤棧 顺利夺下顺风棋 等他回到棚下后 女朋友也给予拥抱跟献吻 让他非常开心 更是感谢教练跟队员的协助 才能将冠军留在宜兰 你那时候就有把握了吗 对啊 对啊 上去之后就都没差了 就有把握 对 就是上去的时候很累 但是刚上去的时候 顿时不知道自己上去了 对 但是趴完之后感觉很爽 这笔奖金先拿回去再想看看吧 还没想到 也没料到 都真想摸 对 而其他各队的选手也一一翻上孤棚 拿下13支的顺风棋 让今年抢孤顺利圆满结束 期待明年再挑战 宜兰兄记者张力霖 采访报道